台紐經濟合作協定ECA 7月10號簽訂 外交部和經濟部都大感振奮 今天邀請了駐華使節和部會首長一起來慶祝 總統馬英九到場 他談起當初簽訂ECFA的時候 和在野黨主席的畸辯感觸良多 我們要跟大陸簽ECFA的時候 我曾經跟反對黨的主席做了一場公開的辯論 實況的轉播 當時他說我是透過中國大陸來進入世界 他說他們是透過世界來進入中國大陸 我當時就告訴他 我是同時做 各位看看 我們6月21號跟大陸簽服務貿易協議 7月10號就跟女士蘭簽經濟合作協議 實際上我們努力的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把過去兩岸 在兩岸事務跟國際事務上面的一個惡性的循環 變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從去年5月台紐雙方展開談判到今年7月簽訂 只花了不到一年兩個月的時間 馬總統稱讚談判團隊的效率很高 而台紐ECA涵蓋議題廣泛 包括了WTO還沒有納入的投資 空運 環境 勞工 原住民 影視共同製作等領域 期待接下來各產業都能夠有更多的發揮